第十三届 在第十三届 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 海星和周冬雨 一起颁发最佳男演员 讲给刘德基 颁完讲后 海星叫做准备下台的周冬雨 还将台下的国女 姚辰 杨静 宋佳琴上台 发表了一番关于女演员的宣言 呼吁导演制片们 给中年女演员机会 周冬雨和被叫上台的女演员 都有些猛 不知道海星要做什么 但海星一开口 大家开始尴尬了 海星说 姚辰不得不亲自投资 兼致 才能抓住她上星云的机会 姚辰这两年的作品都挺好 找到你 反响都不错 演员最被看重的自然是演技 而海星这话把姚辰得到指色归功于投资节制 似乎有些一片概全 海星继续说宋佳 为了证明自己还很年轻 所以宋佳至今不结婚 还叫我们叫她小花 婚定问题涉及个人隐私了 居然拿到台上讲 再说了 结不结婚跟演戏有什么关系 这话说完 宋佳转身准备下台 走一半又折回来 站在旁边开始黑脸 梁静很聪明 她早早的转了行 她可以一边投资 一边看她老公是否友好的角色给她 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梁静的资源 靠老公吗 而海星前面才刚说完 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这不是打了自己和梁静的脸吗 海星的话还没讲完 大家已经尴尬得不行了 宋佳早就白出一副不爽的姿态 最后还奇怪的Q到胡歌 我们可以比胡歌便宜 和她一样好用 话语刚落 宋佳立马接过话筒 此观点竟代表海星 说完立马下台 海星所说的中年女演员没有好戏可拍 确实存在 想要为中年女演员发声 也能让人理解 可是不和别人商量 把国人力奸私下讲的话 帮到公众场合作为谈资 让人们